你的弟弟是什么呀 我是我家博士 我想跟孩子们 还有我 在你大妈妈里拿着 在你大妈里拿着 好 好 牛 你几岁了呀 拿着睡呀 奶奶 奶奶 你在家 你大伯叫什么名字呀 阿爹 阿爹呀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你妈妈呢 你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坐大妈的车 等他们去我们坐大妈的车啊 弟弟转一圈 油菜花开了 油菜花开了 这个是油菜花吗 这菜台花呀 跟油菜花不是长一样吗 有什么区别 你这个就是 标别人的古代人 古代人他分不清那个马好鹿 他觉得他那个也是长得一样的 这里一朵花 然后蘸出来一个我 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万花丛丛一点 哎 要怎么说 这个叫 万多小花之中 突然冒出一个 美丽的花姑娘 是万花丛中一点黑 你看到吗 黑衣服啊 是不是 痴情之警 难道你不想唱一首歌吗 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 等你来摘最美的那一朵 等我来摘是吧 那我就来摘了 我来摘最美的那一朵 最美的那一朵 就在这里 好了 不开玩笑了 办真事 办真事 啥真事啊 摘花 今天我要摘一束花 要送给一个人 专门来摘花送给老公啊 哎呀 这样老婆真的太好了 你想都没有送给你 嗯 是你呢 怎么可能 不是送给我的 那不是送给我的还能送给谁啊 能不能送给你自己啊 也不是送给我自己 等会你就知道了 不是送给我 也不是送给你自己 那你送给谁啊 快点给我老实交代 男的还是女的 送给我的小三 哎 这里也吃醋啊未必 等吗 你还有小三 你给我老实交代 好了好了 不动了 你想我摘花 等下你就知道是送给谁了 终于你做了我的小三 是不是这样唱的 不是做别人的小三 是他做了我的小三 我怎么感觉你奇奇怪怪的 这段花漂亮不 花是漂亮啊 我问你这个花到底送给谁啊 是不是我用心摘的 你感觉到诚意没有 哦 还是送给我的是吧 对不对 我问你感觉到诚意没有 感觉到了感觉到了 又不是你的 嗯 走 去带你看我的小三 哦 我必须得跟着去 那就是你就是不带我去 我也要去啊 我看看你到底送给谁 花开的时候 你就来看我 哈哈 等你来摘 最美的那一朵 这个是最美的呀 你看放来了 这还是最美的一朵 哈哈哈 这个花比你那个花美些不 美些美些 嗯那是的 那是的 你是想要这朵还是想要这朵 我呀 嗯 那这个就二选一 有点难选择 也少吃了 两朵我都要好不好 哈哈哈 你有点胆心呢 哈哈哈 刚才我特意到下面 去做了这一束花 摘下来的 亲手做的 嗯 送给你 送给我呀 嗯 为什么要送给我发呀 因为你是我的小三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什么时候做了你的小三 哈哈哈 接下来嘛 接下来再听我说嘛 谢谢 哦 搞了半天 小米是你的小三了 哎 我也搞不懂 他怎么成了你的小三了 昨天晚上我做梦 嗯 梦见他是我的小三 因为我在这边 我跟他关系 现在处得最好了 所以说他就也算是闺蜜 你有时候开玩笑 他就说他是我的小三 他就整了我的小三 哈哈哈 我这个意思啊 刚刚你嫂子把我吓一跳 啊 我问他摘花干什么 他说要送给他的小三 哈哈哈 然后我就一直跟着他跟着他 我就要看一下这个花 到底送给谁 原来你吃醋了对不对 是的 哈哈哈 但是他送给你我就不吃醋了 哈哈哈 我那还差不多 我说你吃我的醋就没必要啊 对不对 他就送给小三把我吓了一大跳 哈哈哈 我这个小三美不美 没 啊帅不帅 哈哈哈 两个电话要算 哈哈 我们两个搭配不 哎呀 等不等对 是我们买还是这个花没 我想问你 花没人更不行 哈哈哈 结果你情商太高了 还是你口才好一点 我这样一看呢 啊 就说我们前 我们火灭圈对的 嗯 最亮的两朵金花 哦 我信你个鬼 没有我们在的时候 你那个手机上的美女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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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刷不你呢 对呀 哈哈哈 哈哈哈 干嘛 你走开哟 你走开哟 走开哟 走开哟 你走开哟 我们走了 不要你了 哈哈哈 走走走 走走 我们两个去当绿叶去 走 我们花儿要配绿叶 要用绿叶来配啊 哈哈哈 你走开哟 都没得了 你走不过 你走 不快 歇着吧